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之八九 印度神童自从成功预言了新冠疫情以来 也一直不断的在他的YouTube频道 和大家分享他对未来的预测 在7月13号他又放出了最新一期的预言视频 题目是7月16日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他讲了三个重要的占星事件几乎会同时发生 这对世界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巨大影响呢 下面马上开始同声翻译 今天我想谈谈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行星事件 这些事件将从7月12日开始发生 距离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 这非常重要 在7月12日至7月16日期间 将会有三个特殊的行星事件 一是土星的进入 土星重新进入摩羯座 二是罗猴进入布哈拉尼星宿 三火星在7月16日进入布哈拉尼星宿 所以在这四天内 我们有三个重要的事件将一起发生 这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新的 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的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 将发生的情况非常非常重要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时间框架 这个简单的介绍对于理解今天的视频非常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如此之快的时代 以至于许多世纪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从2020年开始的 让我们记住 2020年之前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而我们现在生活的2020年之后的时代 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因为有一个大合相发生在他们之间 从经济到地缘政治 再到医疗保健的整个形式 一切都基本上改变了世界 我们在这个阶段看到了一个完全转变的世界 再加上如此多的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发生 如此多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 人类基因本身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人口正在迅速转变 我们正在产生一种称为新人类效应的影响 我觉得这正在开始 我觉得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转变 而保护人们的唯一方法是跟随古代圣贤 给我们的步道 我会稍后再讲 但现在正在发生的基本上就是人类的转变 今天关于火星罗猴和土星 这三个特别事件的视频 我们将讨论他们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列事件 这将影响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 甚至在此期间也可能会发生重要的事件 因此首先火星是我们所知道的火的能量和力量 基本上火星是一种力量 罗猴另一方面代表着转变和改变 脱离目前的其他情况 基本上罗猴整体上意味着转变 罗猴总是逆行的 所以当所有行星进入罗猴和祭都之间时 它被称为卡拉萨帕瑜伽 世界在其中转变 巧合的事当然并不是巧合 而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的转变 在卡拉萨帕瑜伽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完全改变了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式 现在我们正看到另一个事件 当火星和罗猴在称为布哈拉尼的星宿相聚时 布哈拉尼是27星群之一 它表示人类人口 繁殖增长和能量存储 以及人类的能量作为一个整体 人类能量的存储 人类传播的价值观和人口的再生长 人口的更新 人口的更新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布哈拉尼星宿对所有的这些因素 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 布哈拉尼星宿的负面影响是 即使它有积极的一面 它有一种更新力量 它的消极的一面 特别是如果火星和罗猴进入这个星宿 它也具有破坏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框架内 可能会发生的 在这个时间框架之后 新时代将从2022年7月12日开始 对人类群体遗传学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今天的人类类型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 人类相互交流的方式 可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并且有好几种情况 不仅限于地缘政治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 可能会发生许多重要的事件 布哈拉尼将会产生强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 火星和罗猴意味着转变 所以这肯定不会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时间段 正如我所提到的 我们不能指望我们今天生活的新世界中 事情会非常和平与平静 因为地球上的事件是如此的特殊 而人类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贪婪 更愤怒更可怕 当然除非他们接受几个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好人 而不是全神关注于负面活动的人 关注积极活动的人相当少 但我会在几分钟后更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当火星 罗猴 巴哈拉尼和土星聚在一起时 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 现在进入经济和市场 当然经济和市场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段 非常动荡的时间框架 正如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的那样 商品和资产 不要仅仅将它们视为商品 我会将它们视为资产 黄金和白银 在这样的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人们看到黄金和白银是下跌的 但正如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的那样 它们非常重要 黄金和白银在这个阶段 基本上下跌的原因 是因为宏观经济形势 它们似乎在下跌 但实际上黄金和白银的价值 即使在这个阶段也非常强劲 事实上 尤其是黄金 它是唯一能够承受快速变化的美元 和其他宏观经济的大规模冲击的资产之一 因此我建议 这当然不是常规的财务建议 但我建议你持有具有世代价值的资产 这是累积向黄金和白银这类资产的最佳时机 暂时的下跌并不意味着资产失去了价值 只是因为美元升值了 人们无法理解黄金和白银的世代价值 Suvana黄金对世界如此重要 Rajet就是白银 它对世界也如此重要 并且自几代人以来就一直受到重视 它们的价值永远不会下跌 它们的内在价值总是非常强大 我建议在这段时间内持有这些资产 因为经济也在迅速变化 尤其是那些不知道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率的人 许多国家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20%到25% 所以在这个阶段 那些不知道如何应对的人们 能存储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黄金和白银 很多人很快就会意识到 在这个时间段内 这些才是唯一的资产 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商品 才是可以承受冲击的资产 视频的下一部分 正如我所提到的 人类正在迅速进化 当然这并不是大多数人可能认为的新事物 但这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 进化速度非常快 在某些方面转变的速度非常快 这也可能是负面的 人类遗传学本身正在发生转变 所以我会推荐那些 对未来几周将要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的人 请对这两个时间之间的时期 保持非常强烈和敏锐的关注 从7月12日到7月16日 因为可能会发生很多重要的事件 我会及时通知你们 让大家了解在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事情 分析这些事件 及其之后可能发生的事件 并分析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所以现在总结一下 我们将看到人口方面的快速转变 我们将看到更新的暴力 我们可能会看到宏观经济动荡 经济衰退的风险 经济衰退的风险将增加一倍 甚至两倍 或在此之后达到数倍 您还将看到未来一年半 将受到两次土星过境的影响 基于我已经提到的其他一些事件的视频 但这实际上是对已经严重膨胀的经济的一副苦药 这实际上对经济是有益的一段时期 因为它将进化经济 你知道过度投入的资本 正在伤害包括普通人 在内的每一个人和所有人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清楚的 看待这一段转型的时间框架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谢谢 以上就是阿兰德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